我講一個題外話 最好笑的就是我 因為我那時候抽紙 我就在我的限時動態有說 欸我妹妹腫起來 結果新聞就把我妹妹腫起來 這件事情拿去做報導 因為我那時候胸部補完是醫 然後就什麼網紅升級醫奶 八天沒洗澡長血 什麼妹妹腫起來 他就說我是因為沒洗澡 所以妹妹才腫起來 然後看到這個新聞呢 就覺得很無奈 第一我就是一個no more people 而已 這樣子報導我 然後我明明就不是 因為沒洗澡妹妹腫起來 沒洗澡妹妹也不會腫起來 除非已經是巴士線囊腫 有啦 因為我讀新學所來以前的人 真的有那種不洗妹妹的啦 但是我就不是嘛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那一堆新聞標題的時候 嗯OK 台灣的媒體 所以我也是蠻無奈 但是懶得說什麼啦 就這樣吧 好啦那這邊是我畫的三口示意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該B那邊 那兩點就是引流管的位置 其實引流管的洞蠻大的是 差不多0.5公分 那他現在已經有一點巴在了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去雷射 那這就是這個手術的缺點吧 我在想 那屁股啊 跟大腿兩側也都有抽脂的洞 這些三口其實都很不明顯啦 除了我該B那個 我那樣就這樣下去看嘛 就一定會看到那兩個洞在那裡嗎 其他的地方是真的都看不到啦 說話24小時都要乖乖的穿著塑身衣 他會給你兩件 不穿的話就恢復的不好 所以不可以偷懶 我的塑身衣是跟診所買的 每一個人的塑身衣都要符合自己的身型 所以診所會幫你量 跟廠商一起訂 我買的那個一件是1600 兩件就3000多這樣子 兩件替換著穿 大概在塑後一個月的時候 要回整去改塑身衣 把塑身衣改型 因為你塑後就會慢慢消腫慢慢消腫啊 所以塑身衣一定會變鬆 變鬆了之後就一定要再拿去改型 很多人都會問說 抽脂之後是不是皮膚會凹凹凸凸的 我的皮膚完全就是很正常 大家可以去看我IGPO的照片 完全沒有凹凹凸凸 就是回到原本的皮膚這樣子 有可能跟我有暗時穿塑身衣跟按摩有關係 還有年輕有關係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變美的話 趁年輕身體修復的比較好 術後兩個月之後 我就回診所 RF RF就是一種會加熱的按摩 我已經術後兩個月囉 回去做那個按摩 還是超痛 你知道真的是 我放一下那時候的影片 因為現在才術後一個月 這裡摸一下 對 我現在 回診做這個是 RF 哇 吸的感覺 對不到嚇到 它會一面吸然後一面加熱 喔實在是太痛苦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繼續拍了 我現在要把相機放下 我現在是大腿外側 另外一面 喔這個跟剛才比起來好像比較沒那麼痛 不過還是蠻痛的 我不行了我手開始抖了 我先關起來 我只能說這個真的是蠻痛的 我會形容得痛 大概兩個月後才做跟第三個月後再來做的感覺 就不一樣 你就會說他很舒服 超紙真的是一個很漫長很艱辛的過程 他的修復跟他的疼痛感都是非常有層次的 他不會只讓你痛一下 不會 他就是頭的時候是痛這裡喔 然後拆線都痛這裡喔 然後修復痛這裡 按摩都痛這裡 他每一個階段都會讓你有不同的感覺 而且他時間拉得很長 修復期也很長 但是他就是可以幫你受到你很想做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胖的人才會去抽脂 很多健身教練也會去抽脂 他可以幫助身體雕塑 有很多人他健身可能練不到那麼漂亮的線條 他就會去靠抽脂去體雕 把線條雕得更漂亮 就會有觀眾來問我說 欸我在別人的D卡的文章看到 他說抽脂不太會痛 那為什麼我說很痛 第一每一個人抽脂的部位不一樣 而且還要看CC數 看你抽多少CC出去 我個人不知道我到底抽了多少 但是我印象中我抽蠻多的 每一個人忍痛耐受的程度本來就不一樣 那怎麼可能會有手術不痛的 我就問你 你的肉被抽進去塗 塗到軟固固然後再吸出來 有什麼手術不痛的 就包含我最近去做的摩滴 就會有很多人說摩滴是阻打不痛的 啊他還是會不舒服啊 當然是不舒服的程度的大小而已 怎麼可能會不痛啦 我就問你 什麼手術不痛啦 對啦 為什麼我生氣的 但是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心存僥倖 你真的很怕痛 你不要去做 真的要去做真的會痛 嘿 沒有手術不痛的 想要被美就不要怕痛 沒辦法實際上你就是天然長的是你想要的樣子 這個是我的塑身衣喔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 我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 穿到身上嘛 它會有一整排的扣子 有沒有看到 這真的很緊 一格一格的扣 啊這一整排 其實我最近有點腹胖了 因為最近又去做熔乳嘛 熔乳完都躺在床上面在動 就是要克制一下 然後就是像這樣嘛 你就是這樣讓一整排扣起來 試一下 因為它真的很緊 你扣的時候一定要用力 那時候每天都穿 所以已經很會扣了 像一個內搭褲那樣子穿 只是有到肚子 它會穿到很高 穿到胸部底下這裡 它的材質是很薄的 它穿是真的很透氣啊 我還有穿去健身過 沒什麼問題 而且很耐穿 就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沒在穿了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穿很緊的東西 好 介紹完我的塑身衣 接下來就大家很關心了 我自體脂肪補胸 大家可以到我IG的精選動態去看 我裡面有放那時候 剛補完胸部的形狀的照片 現在其實主要是銷毀原本的大小 因為我原本是B嘛 那時候補完有到1 快1喔 補脂又加上胸部腫起來 所以看起來蠻大的 那後來就是自己沒有把它保存好 再加上自體脂肪 本來就比較容易消失 後來其實應該就是銷毀B了啦 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要去做摩滴的原因 胸部消了就真的蠻難過的 呵 但做摩滴就不會消了嘛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做 塞入植入物的胸部的話 其實是 自體脂肪補脂加上 塞甲體會是最好的效果 因為如果你直接塞甲體進去你的皮 會變得很緊 那這時候補一點脂肪 它就會摸起來更比整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手術不衝突 而且它們是相浮相乘的 很多人很好奇是 剛做完手術的時候很痛可以打麻醉嗎 或者是拆線很痛可以打麻醉嗎 不行 沒有那麼爽的啦 只痛要給你吃一吃而已啦 小痛就給他痛啦 沒辦法 阿這個沒有那麼好打 阿對啦 然後抽死腹胖 嘿真的會腹胖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口 像我最近就是有腹胖回去一點 等我胸部再過一陣子 我應該會開始慢慢的做一些比較輕的一些健身 因為之前都痛這麼久了嘛 也不可能輕易的讓他腹胖 等一下把鏡頭拿遠再看一看好了 台灣的技術好還是韓國的技術好 其實台灣的技術現在就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在台灣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什麼香港阿馬來西亞阿想要做的話 我是覺得在台灣做 因為你在台灣你可以講華語 就你溝通比較方便 你去韓國的話 你可能要跟他們溝通會比較不那麼方便 你現在就可以直接跟台灣的診所諮詢 然後諮詢的話 診所的line在這邊 如果你講華語比較方便 然後再加上台灣技術就已經構成的時候 夠好的話 我是覺得來台灣就可以了 而且台灣感覺就會比韓國還要便宜很多 這好是嗎 便宜很多 但是技術又一樣好 大家最好奇的是抽紙的價錢 抽紙不是說 欸我今天就抽紙喔 然後就定一個價錢給你 抽紙一次十萬抽紙一次二十萬 不是這樣子 抽紙是分區域的 那這邊有一張表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每一區就會有一個價錢 那你要抽哪裡 就是這幾區通通加起來 很有趣的是 欸雙下班也可以抽 我都不知道雙下班原來也可以抽 因為每一個人的價錢不太一樣 要看你抽的多寡 所以每一區的價錢也會不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抽紙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諮詢診所 像我抽這麼大面題的話 已經二十幾萬以上跑不掉吧 整型是可以分期的嗎 每一間整所都有自己分期的優惠 欸如果沒有辦法一次拿那麼多錢出來的話 是可以分期去做的喔 我的抽紙是用什麼方法抽的 我在這去做的 喜瑞醫美的抽紙方式是 三機複合式抽紙法 打水抽超音波雕塑三機一體 所以我的肚子才可以有線條嘛 每一區的價錢反正就是幾萬塊啦 那那個幾萬塊 每一個人的幾萬塊的價錢不太一樣 因為要讓醫生去評估 你要抽掉多少東西 所以大家還是快點乖乖去諮詢 好啦 那看一下我最近 把鏡頭拿遠 啊我把相機拆下來好了 看一下我復原的狀況 目前為止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 大腿要有縫嘛 對 因為很多人都瘦瘦了 整體看起來沒有很胖 但是腿就是黏在一起 我目前腳合併的狀態 大腿的縫還是在啦 有點負胖但是沒有胖很多 目前是這樣子 我也沒有刻意說小夫或幹嘛的 好啦 靠腰我把相機拿起來了 有點懶得收回去了 好啦那這就是我這次的分享 下一支影片我會出 母的手術的兩支影片 之後還會再輸一支 整型之後 一年修復的紀錄 跟回答一些大家 還是對整型有的疑問 希望大家 還是可以持續的關注我 性全的影片 跟整型的影片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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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那個 就是那個 養養院的阿公阿嬤 你的鞋子是在鞋櫃嗎 那我等一下就幫你 阿 慢慢你 一起搭 我看我都記得 我看我把機器都開 可以 不是這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